分享者是我们Simon Simon会透过TrackGPT以及ML Ops 这两项技术来跟大家分享 要如何用这两个技术进行协作 来提升你们的工作流程以及效率 还有生产力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Simon 大家好,我是Simon 今天的话就是透过这样子15分钟的时间来开始 讲有关于快速生成ML Ops基础程式码的部分 不免俗的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Simon,我叫做刘玉伟 我是Infuse AI的Customer Success Engineer 然后负责的就是有关于ML Ops和LM相关的一些 Solution的一些开发这样 那我这边长期也在关注像AIMLDL LM相关的一些Architecture和Technical Writer 所以我在Media上写过不少的文章这样 那欢迎大家就是去上面看看相关的内容 好,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就先讲一下 就是今天我们有一个共笔的笔记本在HackMD里面 那我在会前的时候 我已经有先把笔记先写好了 然后投影片也在里面 所以大家可以到上面去download相关的投影片内容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因为今天这一场是15分钟长 所以Q&A的Session会比较赶 或甚至可能没有 那大家可以把相关的一些问题留在上面 那我之后可以有空的时间 我可能会用一篇medium文章来回复大家相关的问题 那这边也说一下 因为这个投稿是在3月的时候投稿 那现在时间大概是9月的时候 所以这中间6个月的时间 我已经尽量把相关的技术 就是补齐补到最新的进度 那如果进度 好 那就开始回到我们今天的topic 那看到现在投影片上面的topic 就是讲到有关于快速生成MLR4 然后使用TradeGPT 那势必的话 我们就先从这两个名词来去做介绍 那什么是LM呢 LM现在顾名思义 就是使用大量 极大量的文字文本的数据 来去train极大量参数的一个model 那在Young Lincoln这边 还有在他的社群里面 写到了有关于过去到现在的一个历程 那从过去2018年开始 有了像Bert、Elmo等等相关的模型 来开始展开了大行员模型的开始 那到后面的话 开始有出现像GPT3.5、GPT4 甚至像现在Meta有出了像LAMA2相关的model 那这样子的历史故事 就是跟着现在随着最新的进度 而持续发展中 这样 那有关于LM model的 一个介绍的话 接下来看到的就是有关于 有关于LM model 那在第一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像TrackGPT 或者像是Googlebot的那样 你会有一个页面产生 然后你可以在上面打上你的文字 然后输出相关的解答 这就是所谓的LM model的一个LM model的部分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我们可以接接像OpenAI的API 或者像是Azure的OpenAI Service API 然后来去对你的服务进行一个接接 让答案可以生成在你的 可能你的公司内部 或是你们相关服务上面的一个 页面上面来去做一个服务 那现在的话 可能像最近8月份的时候 7、8月份的时候 有公布了像LAMA2这样子的一个 OpenSource的Model 像这样子的Model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去Download 然后去把这样的服务生存起来 变成一个 你们公司内部的一个LM相关的一些服务 然后来去做一个部署 那第四个部分就是一些researcher 现在在看可能像是 TransformerModel的怎么样去做解释 然后怎么样去做定义的一个CustomerModel 所以在座各位不知道 有没有使用过TrackGPT 大家可以举手一下看 有没有使用过GPT的 TrackGPT的 那我相信应该大部分都有 所以我就不多做解释了 反正它就是一个 可以让你在上面 使用GPT 3.5 换GPT 4的一个Model 那没有使用过的话 可以到他们网页上面去做使用看看 好 那介绍完了LM Model之后 那我们就来定义一下 什么叫做MLOps 那MLOps在国外的MLOps.org Organization那边已经有定义 就是MLOps的这个定义 那它就是透过Machine Learning 加上DevOps的技术 让整个Design Build 甚至是Manager 可以变得更快更好的一个方法 所以它的 我在这边有整理了几个Key Point 那第一个部分就是它从DevOps 所延伸出来一个技术 那它阻止就是想要建立一个 标准化的一个End-to-End Pipeline 那我这边给它的三个Keyword 一个是Standarization 就是标准化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就是Process 就是流程化 要如何从Data-ETO 到Model Training 到Model Deployment 要如何去做建制 那最后就是Automation 就是自动化 能不能透过一个很好的自动化的方式 把Model建立起来 甚至变成一个Service 那这就是MLOps的精神 那在过去的经验之中 那我们整理了很多AI相关的一些痛点 制作AI Model的一些痛点 那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因为 制作一个AI Model 你可能会从PM去建立一个专案 然后Data Engineer去做整理 Data的Scientist 或Machining Engineer去做Model Training 那最后就是DevOps Engineer 去做Model Deploying 这个步骤 所以你会经历过很多不同的人 那这些人你就会需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管理方式 来去把这样子的Pipeline建立起来 所以会需要有一个类似像MLOps的概念 来去做一个建制 那再来就是Model和Project的Skilling 就是因为现在AI的专案越来越多 那相信大家可能最近手上的AI专案也越来越多 所以势必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管理模式 可能像MLOps这种Pipeline的方式来去做建制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最后的话就是大部分人可能 在做Model Training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得到一个可能像Picot档 可能像是Joblib档 或者像是PB档 这种TensorFore的PB档 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Model的档案 但你不知道要怎么样让它去变成一个Service 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中 就会有一个Gap 说到底要怎么样去把这样Model变成一个Service 所以才会有像是MLOps的这样的精神 来去补助这样子的东西制作出来 所以在做MLOps的概念之中 你要去关注三个主题 三个Element 一个是Code 一个是Data 另外一个是Model 那在制作AI专案里面 这三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像Code的部分 你就要去做可能像Data Pre-processing 或者像是Model Training Code Management 等等相关的议题都会非常重要 那再来的话就是Data的部分 可能像是Data Collection Data Labeling 甚至像最后可能会有Data Profiling 和Assession的部分 然后来去做一个侦测 和确定说Data是不是有相关的问题 那最后的话就是Model的部分 那就是可能像Model Training Model Storage 可能像是Model变成一个Service 这个过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会有三个Element 需要去做注意的 所以你这边 我这边有提供一个ML Ops的一个Workflow 那首先你在做开案会议的时候 你就要先了解到说 你的今天的目标是要达成什么样子的目的 你要变成一个Service 还是你要变成一个每天Routine的一个Job 还是说你是要变成一个BI的一个Dashboard 来去做一个呈现 所以的话就是等于说 你会先有一个scoping的动作 来去确认专案的状况 那接下来会透过Data Pre-processing 就Data ETL处理来去把整个Data的状态 把它处理到可以training的状态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会进入到Model Training的Partline 来去把Model Training起来 然后可以变成可以上线的一个模型 那Model Training可以上线之后 我们就会进入到像Model Registry 那这个概念就是说 你每一次的实验 不是代表说每一次都可以上线 那你这边就可以注册成一个 可上线的清单来去做一个处理 那最后的话就是Model Deployment 变成一个Model Service 然后在这边下面的话 有看到就是蓝色这部分 Model Service上线了之后 你可能需要有一个Model Monitoring的机制 来让整个Model确认说 它是持续在运作的 而且是可以被预测成功的一个状态 那如果没有办法预测成功的状态下 那你就可能要进入到Model Retraining的一个Pipeline 来去做处理 那这样子的一个Loop 我们就所谓的Devust的一个Roop 来去做一个Automation的作业 那当TrackGPT遇到MLRs的部分的情况下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那其实像TrackGPT的部分 它知识量其实理解的能力算是蛮多的 也可以知道说它理解蛮多事情的 所以我们如果在可能自己是一个Data Science 或自己只是一个Data Engineer 你可能不知道相关的一些知识的情况下 你可以询问一下TrackGPT这样子的工具 来去帮助你在MLRs的建立上面 可以注意臂之力这样 所以我在这边等一下会有一个Example 有一个Demo 来让大家体会一下 就是整个MLRs的Architecture 因为时间关系 所以我就跳过一点东西 好那首先第一个Step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Data ETL的Pipeline 那你就可以去设定一些Prompt的Template 然后告诉它说你要做Data ETL处理 然后你就可以去生成相关的Code 来去做后续的实验这样 那再来的话就是Model Training 那你在这里面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说像 你想要用PsychicLearn的Model来去做Training 然后需要去Evaluation相关的资讯结果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Deployment 那在这边Deployment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像 大部分人就会使用像Flask 或FaceAPI来去做服务 那我这边额外提供一个新的国外的工具 像Seldenwepper来去做一个服务 它可以打包很简易的打包成一个Docker的Service 让整个服务部署起来 可以更加的快速的很容易这样 好那我直接进入Demo的部分 那这边的话 在同影片已经有给相关的Code 那大家回去的话 可以透过CodeLab来去做实验 那我们把生成出来的Code 全部放到CodeLab来去做使用之后 那我就可以把它部署成一个Service 好那再来Service的情况下 我们透过像是Streamly这样的UI工具 或是像明天的PineCon那样子的一个 明天有一个议程也讲PineCon 或这种工具来去做一个WebUI的Demo 那你经过Predue之后 你就可以得到相关的结果 类似像这样子的GenCode 可以帮助你在整个生成Pipeline的过程中 可以做得更快 所以我回头来就是等于说 从第一步到第三步 如果今天是一个Lama 2模型的话 就有点像是Data ETL处理 可能就是你在建制像Veter Database 相关的一些处理 那Model Training可能像是Model Find Tool Lama 2 Model来去做一个 后续的一个调整 那Deployment你就可能用Face API的Service 让Lama 2可以运行起来 然后你就可以用Streamly的一个CheckBot 来去做一个运行 类似像这样的概念 你就可以实际在你的专案之中 好那你也可以透过像是Deliver CICD的Pipeline 来去做一个automation的一个Pipeline 让你在Training Model到底会有没有Model 你都可以透过这样的设定来去做一个处理 那里面的话有相关的YAMO档可以参考 那或者说要如何去告诉ChateGPT 请它帮你伸出这样的GitLab的YAMO档 来去做一个后续的运行 这边也有提供相关的资讯 那这边Benefit的部分的话就是 你可以省下了很多的时间去看 很多相关的知识 来去了解到说到底要如何去做设定 那这边的部分 你可以透过问答的方式 了解到这样子的资讯 那当然的话就是包含像是 Collaboration、Scalable 让你在做这样子的专案过程中 可以让所有人都参与到MLS的建制过程 这样子也是可以帮助到专案的制作的速度 那最后就是一个Conclusion的部分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说 就是现在ChateGPT正红 然后正夯的情况下 MLS在这样子的制作过程中 如果可以搭配像ChateGPT这样的工具 来去做一个协作处理的情况下 在这样子的制作过程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结果其实是很棒的 因为你就可以马上伸出一个call 然后把服务运行起来 让老板或者是让主管知道说 你这样子的作业流程和作业模式 其实可以更快更好的 那这边也列几个Tagation 可以带回去让大家去想想看相关的一些作为 像是在公司相信一定会有一个制作ML的Pipeline 那可以在这个时候去做一个reflect 来去了解到整个concept 那包含像是使用很像OpenAI的API等等的工具 或者像是甚至像现在7、8月、8、9月公布的Lama 2模型 来去做一个很像Local LM的建置的工作 好那这边就是有额外提供一些咨询 可能像是今天的投影片是用Gamma来去做制作 然后整个投影片都是AI所制作出来的 然后相关内容我也有去做修过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这边有提供另外一个 就是Lama 2模型的一个使用方式 那大家可以进去里面去填写文件之后 就可以得到相关的程式码 那以上是我的简报 那谢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好我们感谢Simon给我们的分享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QA的部分的话 如果现场的朋友有问题的话 欢迎等一下可以在前面找Simon去进行讨论 或是留slido 那Simon有说他可以帮我们整理成一篇medium文章 对好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会是进行10分钟的休息 然后会在R20的地方举办lightning talk 如果你想要做一个快速的短讲的话 你也可以在报道处上面去赶快进行投稿 好那我们R2的议程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